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因为你也知道现在在大陆如果你没有博士文凭 你没有一堆什么这种学术著作体制内容是根本进不去的 所以很多人就对这个事件欢呼叫好 因为我想也折射后面一个心态 就是很多人对大学这种体制这种教育制度已经很有意见了 包括前一段时间那个陈丹青事件 又出了陈老师 前年那件事 赵研究生的那个事 对对对 包括他最近不是正式已经离开了吗 对对对正式 因为他那个续约已经结束了 所以我想这件事情可能还是透视了 就是很多人对大学教育体制的一种一种不满 标准问题 我觉得其实啊 这是你要往大来说 这是各个社会都有的一个问题 挺两难的 最近我跟人这个当父母的人嘛 聊天就说自己这个孩子 说一点办法就是说我的孩子他认为是有才能的 但是呢 你不参加这个考试 不适合参加高考 确实是 但是他就有他的才能 可是怎么办呢 你比如说你不是现在说大学生找工作 你也没标准 好比如说一个用人单位 我只有一个名额 你是大学毕业生 你不是大学毕业生 你们俩有没有才能 我不知道啊 我要谁啊 只好用硬件来划分 只好用硬件 你说这个不科学 甚至还有人讲了 就像那个时候说讲高考说 你说高考不科学 高考不公平 或者说你说这些平直称 拿的这些个表格履历 不公平 好 我们认人为闲 但是问题权力掌握在谁手里 如果在目前的这个社会风气下 你要是说认人为闲了 单位自主权了 恐怕会造成更多的走后门吧 更多的这个 当然 但是问题是关于学院 我们总是有很多浪漫的传说 跟遐想嘛 对不对 浪漫的希望 对 你以前北大的时候 你想想看 梁树铭 对 他怎么去当教授 中学老师嘛 对 或像钱穆 他是怎么样成为一个史学家的 对 饶中仪包括 饶中仪是 你看十几岁的时候 写一本潮汕地方研究史 就这样子扬名学术界 那么我们今天看到这些典型的时候 我们很容易有一个觉得 你想今非昔比啊 就是过去的时候 你看真的是不拘一格用人才 不拘一格将人才 是不是 大家就是很很宽松 而且是真的能够欣赏好东西 但但现在你就根本不可能找得到 我记得我以前念大学的时候啊 就就常常想这个问题 为什么那时候我念哲学吗 念西方哲学 我发现一个很奇怪的现象 什么现象 我跟几个学长老师讨论过 就是我们在看一批英国出版的哲学书的时候 我发现好几个有名的大哲学家 他们在这本书前面的名线里面都不约而同的提到了一个人物 都说到这个人对他们影响太大了 这个人对他们如何如何启发了 这个人在什么关键问题上面点通了他们 最妙的是这些这帮学者每个人研究的是不同的专业范围 那他们提到的共同的人一定很厉害 对不对 那个人传说我记得是在牛津还是剑桥 我忘了 那我们去找啊 找这人是谁啊 怎么没听过 发现这人就在那边普通当个学院导师 年纪很大 没有出版 没有学术著作 到了最后 寻根问底 问到一个在那认识他的人 他说 哦 那是我们的 就用一个小说的描写的方法 这就是少林寺的扫地针 哦 就 你知道吧 就是有时 过去的学院真有这种人 我还听过很多在外面一些名牌大学教授朋友跟我说 有些是图书馆 一个管理员 很可能就是一个图书馆 真的像扫地针了 就什么都懂 什么都通 但是问题是 以现在标准来讲的话 他完全不可能当学者 他也不可能进入这个体制 他也不可能进入这个体制 就有这种人 你说我曾经想过 就说当时北大蔡元培 对 那真是不拘一格叫人才啊 管你什么出身 对吧 我看你一篇文章 好 你来教 考大学的这样 罗嘉伦呢 对 罗嘉伦就是把那个钱钟书给招进来了 钱钟书说数学才考了十几分 但是他的英文和那个什么特别好 就是我就 当我看到这个故事的时候 我当时就有疑问 我说这个蔡元培当时他这么干 怎么会没人觉得他走后门呢 他照顾亲朋好友呢 怎么 这个怎么不会呢 后来我有一次听那个 李敖有话说那个节目 李敖讲一个当年蔡元培的故事 说是有个人呢 因为办了件什么事 给蔡元培啊 送了一笔钱 当时蔡元培还是身有什么教育部啊 还是什么有个官职 教育总长 按说这种情况下 你收不收 肯定都不收 你知道吗 蔡元培收了 收了 你知道吗 问题不在于他最后可能把这个钱又上交公家等等 问题不在于这个 在于这个事件发生的当时 说蔡元培收了钱 没一个人怀疑 他是中饱私囊 那他是要干嘛 不是 就是说蔡元培 就是说这个人的这个形象 这个人品的这个形象 在这个社会 他有公认 他正到这么一个程度 这个人 他就不会的 你不用得让我想起 那天我看你是魏征死了吗 不是 我的电视剧 你看到魏征死了 传说魏征死了 真观那个 魏征死了 魏征死了 破草房子 这是两袖清风 临死之前跟上帝 不是跟上帝 我怎么老说嫖了 跟唐太宗 对吧 这一辈子没提过什么个人要求 最后有点暗示 说我这一辈子就是为君王提意见 但是顾不上我这个孩子 然后呢 唐太宗跟他跪下了 叫他先生 说你放心 你孩子我负责 我把我公主嫁给你孩子 老雷纵横等等 我就说 当时的这个社会 对于一个人物 你甭管他是真的假的 但是大家就能信任到 口碑 就是蔡元培收了钱 他绝不能塞他自个儿腰包里 但是你说现在 这好像这种 这种管理也不太靠谱 是不是 我觉得这个也固然就是很矛盾 确实像文涛刚开始说的 就是制度和这个弹性之间 你现在你为了杜绝这种什么所谓左后门 或者他用一些制度 或者用一些标准来要求一些 来制定一些门槛 但是如果 如果只把这个人才 就是僵化为几个指标的话 其实呢 真正有才能的人 或真正像我们 像刚才传说中的那些那些事件 在我们现在时候永远不会发生的 有发生过 还有发生 你记得前几年 那韩寒不是给破格 都举进负担吗 对不对 那你不知道这是韩寒吗 对啊 他退学嘛 但问题是我觉得 我们讲制度啊 你还要讲我们 有没有这个制度环境 我要坦白讲 我觉得中国啊 你比制度再好 我们制度环境不行吗 你比如说我们现在都讲制度啊 你刚刚说的很对 如果不讲制度 不看学历 不看文凭 这些硬指标的话 很容易走后门 很容易贪污 好 我们现在都讲了 对不对 现在不是很多干部 还要去念硕士博士吗 你觉得效果怎么样呢 坦白讲 大家觉得这几年来 我们大学扩招的这么厉害 那么多人念硕士博士 北京街上头 一个招牌砸下来 死三个硕士 对不对 那么这帮硕士 你觉得他们水平怎么样呢 他们有多少人 是有真材实料的呢 有多少人 是找枪手写论文的呢 有多少人 是挂了个名字 交了个学费 从来不出现 不上课 到最后功课不交 说不定都能混过去的呢 对不对 就你整个制度环境 这么腐败 这么糟糕的时候 你制度要求 再严格都没用 而且这个制度 本身也会被腐蚀的 你一个人 比如说我去 你刚刚说 没有这种学位要求的话 很容易走后门 现在大家也在走后门 你要考研不走后门吗 怎么来博得这个学位 而且我觉得制度是死的 人是活的 而且咱们中国人 又是世界上最聪明的人 最会玩耍 玩弄于一切制度 于鼓掌之上 什么不能给你玩转了 对吧 我想要的人 我就是能要进来 你说总有办法 这还 因为在老外那 你觉得他们 鱼木哥的脑袋 有些事说不行 还就真的一点辙都没有 咱们在中国 你说说文道判了死刑 这家庭亲戚朋友们 捞出来呀 捞啊 这都觉得可能有戏 你知道吗 这个死刑得在中国办 死刑太大了 你这话什么意思 死刑太大了 枪枪三人行 广告之后见 李京我问问你 你现在是这个三联的记者 那你是靠什么 走上这一行的 应聘单位就最初是怎么 是不是也要看你的一些资格履历 对 但是我觉得这个 就是可能新闻行业 跟其他的行业 还不是 还是有一点特殊性的 它是因为是看你的作品 没有什么 特别是在三联 它我们是说 英雄不问出处的一个地方 对学历不是很看重 当然这是过去的事情 因为当时还人还比较少 但现在我觉得 比如说 我进到这个三联内部之后 我在面对 因为我们也每年 有一大批的学生 要希望到我们这来 谋得一份工作 当然我站在这个位置上的时候 我也觉得 我也很困惑 因为比如说像你刚才说的 同时是几个人在应聘 那么本科生和硕士生 你可能就会去选硕士生 因为他必须得有一个淘汰机制 那么这个淘汰机制 你怎么来让他 就既淘汰一部分人 又保持能选择一部分人 我觉得确实是一个难题 甚至你像咱们凤凰 我觉得你也很简单 一边来应聘主持人 你们俩在做好做之前 我是不知道的 对吗 但是我现在是要招人了 对你要有一个门槛怎么进了这个门槛里 然后他懂英语 你不懂英语 对你就优先 你怎么办呢 当然这就是说懂英语的最后证明 你也未必一定就能成为好的主持人 可是没有办法就他有机会 对 这不也是一个门槛吗 对一个悖论也是 所以这时候就很奇怪 你会发现制度啊 其实当然制度是死的 但它也有弹性 我们不要以为西方国家都就是死死板板 像英国 比如说小时候我在殖民地长大的时候 那时候填那些英国的公文 真的是一丝不苟 英国人对表格的要求之详细 比美国人厉害多了 但是英国人也很讲弹性 就在有必要的时候 他会松你一马 但这个弹性呢 问题是这个门要开得很窄很窄 像法国也是这样 我不记得准不准确啊 像那个有名的大哲学家 前几年去世的德里达 结构主义大师 他当年他的博士是怎么拿的呢 其实他不是在正规的大学 跟一个导师写博士论文 那么拿那个博士 他是把他出版的三本书籍 拿去评一个集 那个叫做国家博士学位 他是用自己已经出版的三本论文 跟论文集去取得一个博士学位 那个博士学位 在法国是最牛的一个博士学位 叫国家博士 你说这我联想起 还有一个事情就是顾维军先生 当然我们当然知道 那个著名的外交家 他的英文非常好 他当时是在 我没记错的话 应该是在哥伦比亚大学读的 读的应该国际政治类似的 然后当时因为这个 那时候中国也内乱不止 很多人就是推荐他给袁世凯当英文秘书 北洋政府的 因为他当时还是在美国读学位 但是他的导师就认为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机会 因为你国家正乱的 需要你 但是他你要必须还要 那么读那么多年 你还希望拿一个文凭回来 然后呢 其实他就是把一个 好像一个关于国际关系 一个导论 只是一个导论交上去 然后博士学位就给他了 所以我想这个也是有弹性的 但是这个弹性呢 这个门呢 其实它更难 所以问题就在这 你如果是个 比如说我们制度是存在的 同时又有这种窄门 又有这种弹性的话 你对一个学生来讲呢 有两条路来学 一条就是 我很正常的 考上重点大学 重点大学考好了 上研就上研 然后上研之后念博士念完了 这么我就是很正常的一条轨道 要是这条正常轨道 你不走 你又想出人头地的话 你就要走一条很惊世骇俗 是惊世才华的人 这个窄门就为你开放 你比如说 你刚刚举那个例子 来找主持人 一个是大学毕业 一个一个博士生 英文很好 怎么样 相貌堂堂要来见主持人 那就很正常 就要把其他人淘汰掉 你一个小学毕业生 也要来竞争的话 那除非你是有很惊天动地的东西 当人家一看就看出来了 如追之在囊 才能够凸显出来 但是人才又是一个特别复杂的现象 你比如你就讲起主持人 我告诉你 半年你也未必能看出一个主持人了 一个主持人 可能刚来的时候 结结巴巴都有可能的 但是刚来嘴尖舌滑的那个人 可能最后证明不行 持续性发展性 这个很害羞 这个感觉很内向的人 也许他慢慢适应了 适应了之后 甚至你给他一年的 所以这方面 我觉得咱们老板 海纳百川 他有这个耐性 就是说你做吧 甚至说一个主持人来 你干这个节目 你不灵 行 我也不吵你 你就待着 过一年 总有一天碰着了 你就找到适合自己的位置了 我就说 这是不是在一个企业 或者一个机构 就是起初发展阶段的一个特例呢 如果发展到一定程度 他还是有一个标准化的东西 制度化标准化 有的 但是问题是 我觉得凤凰还是比较特别 就我们在招 上节目的主持人 或者评论员的时候 倒是真的 不大考虑这个专业 我记得甚至我们已经 你知道我们给人的印象 达到一个什么程度吗 我前阵在珠海一个学校里面演讲 后来有同学问起说 我想问一下 你们凤凰卫视 是不是绝对不会请专业学传播 或者是学主持的人去当主持人 我说不会啊 为什么 不大家都这么讲 说只要学主持的都进步到 给人这样一个感觉了 已经是 所以呢 我现在感觉 还不拘一格了 是吧 我现在感觉可能有一点 就是咱们先假定 就说是这个老板有伯乐之材 那么就考察他的立场和动机 如果是一个纯粹 比如说我们家的企业 那么这是我当然是为了我们家好了 我不拘一格降人才 我看中的人才 管他是什么 我要进来 但是很多机构啊 咱就说这个利益冲突啊 利益纠纷呢 他是不是那么全心全意的 为了他这个学校 为了他这个机构好呢 这还有一个什么意思 就好比说 咱们说一个公共机构 一个官 明白 我是照顾我的一个关系呢 还是说我真的那么全心全意 为人民 为公家 不谋私利 完全是任用人才呢 你这还有个 还是人的问题啊 对 没错 对吧 现官不如现管呢 对 但有时候还出现另一种情况 就是什么叫人才 他真的是定义是很宽泛 对 弹性很大的 我举个例子 我前几天 我跟一个书店的老板聊起来 我跟他说 你店员数值很高啊 弹起什么书都懂 是不是都是大专毕业生的 他说不 绝对尽量不要请大专生 为什么 我说为什么 你这书店很高明 感觉 怎么店员都不想 我们喜欢农村里头来的 就普通学历 很普通中学毕业生 什么 那个好 我说为什么 他说因为大学生啊 不愿意颁书 不愿意颁书 这个体力活 比如说 这个书放久了 比如书店的书啊 常常有个层灰嘛 你要很 一个书店好不好 就是看这个细节 你一摸那个书的封面 灰很多 这书店就没怎么管理 但是你一摸 很干净 就像是唐长妈 像这种事 大学生不愿意干 你看 就还真是 就说不同行业啊 有它不同的 标准 人才观 你想我想起 我们家 我爷爷 我爷爷做菜 厉害 你知道天津有个老字号 叫千祥义吗 对 千祥义 我爸是千祥义的 不是 我爷爷是千祥义的厨师 是吗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老家是山东张秋人 当时千祥义的老板 是山东张秋人 所以他就找我爷爷 得做山东菜 张秋菜 给这个店员吃 然后你看他招店员 他不在本地招 他回老家 回山东张秋 所以我们那 好多人是这么 到的天津 当时他有几个标准 第一个就是说 要本乡本土的人 这是他的乡亲 对吧 第二个呢 要结了婚的人 没结婚的 伙计他不要 这个是什么说法呢 为什么 因为结了婚的人 比较稳重 火气没那么茅草 不像年轻人那么茅草 容易脾气不好 对吧 他对待顾客 就有一份稳重 踏实 厚道 你看 这也是他的一个 人才标准 人才标准 这个挺有意思 咱们去点广告 枪枪三人行 广告之后见 所以我现在有一个感觉 你们听 对不对 我老觉得 是个缘分 其实你研究了所有的人才 这个伯乐 最终是个缘分 那天我跟我们家里人还说 我说这个孩子 你也不用太担心 因为什么 你不要把太多的责任 放在你个人身上 我跟你说 根据咱们科学的世界观 是吧 一个事情的发生 是多种元素 多种条件 凑齐了 比如说 你能到这里来工作 有很多条件 有一百个条件 并不全取决于你个人 对吧 你说你个人都准备好了 没用 可能缺一个人 这个人早一天碰到你 晚一天碰到你 外事具备 还有有东风 国家的形势 最近的行业需要 等等 多种因素凑在一起 才能成就一个现象的发生 所以有的时候 你说多大程度上 取决于我个人 多大程度上 取决于天命呢 对 所以我呢 就老是跟一些年轻人 在聊天的时候 比如说去演讲 去什么 我就老劝他们 不要看励志书籍 千万不要看那种书 对 不要看心灵鸡汤 不要看什么 为什么 我说那些书都教坏人 怎么样教坏人 你觉不觉现在 我们很多年轻 不知道是不是选秀节目的影响 大家都很有自信 那种自信 是自信什么东西 自信 我的命运 我的将来 一切东西 都在我的手中的掌握 由我掌握 命运在我手中 命运在我手 然后很阳光 很快乐 然后我们都觉得 年轻人就应该这样 对不对 然后他们看了 所有的励志书籍 一些青年导师都教他们 对 是有运气这回事 但是运气只给 有准备的人 大家准备好啊 所以每天要喊 我要成功 对 我要成功 然后呢 要是运气不好 他说 八成是我没准备好 我再准备 准备到九成九吧 怎么样就这么搞下去呢 我觉得将来 会出现一个现象 就一大堆年轻人得病 就是精神上会出现创伤 所以他应该 反而是应该很早的时候 就知道 对自己是要做点准备 但是世界上 真是不尽如人意 真是有很多意外 自己的努力还是不够的 对 不完全不够的 应该要一开始 就有一种松弛的心态 去看待这些事情 要不然你将来很受挫 而且啊 有时候也得兵来降挡 水来土掩 就是这个见招拆招 因为你也不能太执着了 说我一定要成为一个科学家 我一定要得诺贝尔奖 你命运的安排 不见得是这样的 但是命运的安排 也许你可以得个什么 菲尔茨奖 对吧 你到时候 你这个人呢 他得随时调整自己的心态 有的人说 你未必一开头 就想当记者 对 但最终你找到了位置 你差阳错 是吧 你发现了 你也是你差阳错 没有没有 我只是说只是说这样的 但你是从来就想当记者 我是应该是想做这样的一个 但是我跟 我也是经常跟来面试的一些 我说这个你来不来 我们这里并不代表你是否成功 因为他的每个单位的标准不一样 也可能在我们这干的不合适 很多人就到新华社 是个新华社那种问题 我确实有这样的例子 所以也就是说成功的标准也不一样 也不一定就是以我们这个标准为标准 你要对自己产生挫折感 比如在三年不成功 你就觉得很挫折 我觉得不一定 在你们这儿成功 可能到中央台就不合适 是吧 这个社会评价系统 你看我在香港 见一些外国朋友 人家都平等的 你好什么 哎呀我喜欢画画很好 是吧 我喜欢做公司管理